臺灣選後 馬上就派特使團 這位觀眾節目的彥琼 首席節目的模特點 大家好 觀眾朋友 臺灣選後的外交節目 今天請問 臺灣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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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派特使團進來臺灣 然後跟朝野各黨團的主要的人選 都來做一些交流 老師 那你怎麼看說 就是 這是美國的慣例嗎 另外就是說 可以說是拜登政府力挺臺灣嗎 第一個 我覺得這並不算是美國的慣例 通常就是說 美國應該是等新的總統就任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接觸 但是呢 這一次他派的是一個 我們講說是前政府的官員 然後有共和黨民主黨 所以是跨黨派 那這兩位都是博房跟外交 比較重要的 這個過去的幕僚嘛 因為共和黨是做過這個 小伯父時代的這個 國家安全顧問 那民主黨史達恩伯克 是做過副國務卿 所以這兩個人的身份 是跟過去我們講說 美國的民主黨政府 共和黨政府所承諾 就是訪問臺灣的官員裡頭 大部分都是經濟跟這個 我們講說技術性的部長 你看來的交通部長 衛生部長 衛生部長 都不是國防外交 國防外交他們那個成績 就稍微低一些 甚至來了以後 他們來了 可是呢都不是 譬如說 國務院來一個助理 國務卿 可是負責什麼 國際文教的 就都不是 譬如說 亞太助卿 那這個成績就是跟我們相關 他們就不會派這樣的人來 那所以這一次 有感覺上是 國防外交的人 但是又是前政府的官員 所以也可以回避 對岸的一些批判 那我覺得這兩個人來 大概就是跟臺灣 確定一下新當選的政府 是不是持續維持 蔡英文的路線 然後到五月之前 都希望大概不會有 其他的不同的想法 甚至就可以稍微 暗示一下 美國可能期待的 我們講說 他的就職演說 可能的方向等等 就是美國大概就希望說 不要有任何的驚喜 驚喜 驚訝的東西 那就是希望維持 蔡英文的路線 因為畢竟 雖然對岸不滿意 那是對岸的事情 可是美國對蔡英文的路線 是非常滿意的 是老師老師 因為這樣就會讓我想到說 在選前其實 美國有一個智庫 他就分析 就是拜登政府的三個危險的夥伴 對 賴清德其實就是其中一個 是不是其實美國對於這個 現在不管是現在 當選賴清德也好 其實還是帶有一點 不太放心的感覺 我覺得大概 就是說我可能在別的地方 也提過 就是說除了他過去講 走的台獨路線 說自己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那還有就是當然他上一次在講的說 提到說希望能夠進入到白宮 這個話可能也是有一點點就是 他越過了美國的紅線 那剛剛最主要就是美國對一個 你做過小英政府的行政院長 然後在你院長下來不久 然後總統還要繼續宣誓連任的時候 你來挑戰他 這個在美國比較是不常見到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看拜登 那拜登當然他現在的部長 或者他的副總統 他們都是沒有什麼變動 但是如果有人下台大概也不至於說 在拜登這個時候 看起來其實是搖搖欲墜的 那這時候出來挑戰 你看沒有美國現任總統 不會面臨到他這個閣員出來挑戰他 大概最了不起就是有一兩個參議員 眾議員會出來 但大部分也都不會 你看川普2020年爭取連任的時候 有共和黨人挑戰他嗎 那現在拜登爭取連任 也只有一個邊緣的米尼蘇達州的一個眾議員挑戰 所以這個可能是對美國人會覺得說 他敢做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在這個路線上面 也會跟蔡英文會有所不同吧 是 這這樣子可不可以說是 因為現在拜登對於台灣選舉 好像也沒有發表什麼樣的評論 對他就是只有在上飛機空軍一號之前 他說不支持台獨 那這一句我覺得你應該先講一下 恭喜台灣順利完成一個民主選舉 你都沒有講他就講這一句 所以我都會懷疑他 是不是跟習近平在這個 這個舊金山APAC會議的時候 都套好招了一樣 就是說我一定會先講這一句 是 我這樣看一下就是說 這是現在是美國態度 那我們來看就是我們另外一個大夥伴 中國態度 其實習近平他有發表一個文章 有說就是選項要發表 這是要發展壯大台灣 台灣愛國統一的力量 應該這樣想說 或許從這個態度來看的話 是不是其實也像跟拜登講好 就是說我也不會打台灣 還是用和平的手段是一個阻擊掉 老師你怎麼觀察 我覺得大陸其實如果今天沒有新的 不同的一個激進的 這個台灣的言論也好 或者說更新的這個作為 那大陸大概就是 台灣說是維持現狀嘛 那美國也希望維持現狀 那大陸也是維持現狀 所謂維持現狀 可能就會說 還是會有不時不時 還是會有一些文攻武嚇 所謂的文攻武嚇 其實也不一定是 我們不可能會解讀是文攻武嚇 可是從北京的角度來講 我們就是有新的這個 航母要成立了 然後要落水了 然後我們就一定要 一定要做這些演習 那當然會在台灣的周圍 可是不一定是針對台灣 所以這個是他們可能會持續會做 那國際空間可能也是沒有 如果我們的政府 是不願意接受922公司 不願意跟對岸 在這個前提之下去對話的話 那等於是沒有對話 沒有對話 我們的維持現狀 就是跟對岸很少有互動 沒有互動 那大概就會是 國際組織沒辦法加入 可能邦交國還會送到衝擊吧 講邦交國受到衝擊 其實馬上就是這個 才前幾天嘛 諾魯就宣布跟我們斷交了 那是不是大陸給的下馬位 還是說它其實你要放在美中架構下 在南太的角力一環當中來看 我覺得諾魯不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在太平洋當中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們看過去南太 14個國家除了澳紐之外 12個國家 我們是一半嘛 6對6對大陸來講 那可是後來就先丟了這個所羅門 然後又丟了這個吉利巴斯 那現在變成四個 之後再丟諾魯 剩三個 這三個裡頭 我們感覺上 馬沙爾巡島是還比較穩的 然後呢 我看起來這個帛琉 跟美國的關係比較近 所以應該還很穩 那圖瓦魯我們就不知道了 所以現在只剩這三個 那會不會大陸如果還要再拿一個以後 就好像他們在非洲 現在我們甚至馬蒂尼一個的時候 對岸就會提出所謂的全家福 要清乾淨 但是我說老實話 我感覺上面就是 如果我們在中美洲丟掉邦交國 美國沒辦法幫我們守住 然後澳洲啊 他不一定是為了台灣要守邦交國 但他也不願意大陸的勢力進入南太 可是他連澳洲都守不住這個諾魯 我覺得這個是就是澳洲過去在南太 也有一個這種老大心態 讓這個南太的國家 就總覺得說你澳洲就是假難搞搞 等於他的後花園 這是我的後花園假難搞搞 所以他們搞不好也希望引進一個外面的勢力 來平衡一下你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他更需要的是援助 所以我不覺得是我們的問題 而是說當然就是大陸可能是用這個末路 他大概可以擺在那邊很久了 他就是在你選舉完了結束之後 他先做這個動作 看看你520的時候 還會有沒有有什麼更多的驚訝的事情會發生 那如果沒有那大概就是諾魯 如果有的話 那他可能還會再試圖再挖我們一兩個邦交國吧 老師所以說您說未來的觀察點 還是得要看這個拜卿德在就職的時候 講了些什麼東西 對 我覺得他就職演說非常重要 就是說你是不是能夠維持蔡英文的路線 然後會不會有一些挑釁的話 那我一直認為有些民進黨在這個競選 即使你贏得選舉之後 你有些話講的好像就是說 只有他們贏得選舉 台灣的民主才會保存 我覺得不會吧 我覺得如果柯文哲贏了選舉 應該也台灣的民主制度照樣運行 即使國民黨贏了 台灣也一樣還是民主的 我覺得這個不會變 第二個我覺得說好像看起來 就是說這三個人都說 國際媒體也會把他們分 一個是獨的一個是統的 然後反而變成柯文哲 是維持現狀的 但是事實上三個人都是維持現狀 我覺得我們現在 台灣應該要有個共識 就是說大部分人還是維持現狀的 那如果說今天一定要把對 把不同的政黨打成不同的陣營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意義 對國內的氣氛其實不是很好 老師 那你怎麼樣子 展望說就是未來 就是台灣接下來的對外關係 我們的空間會一直受到擠壓嗎 還是說其實還是有這樣的努力的空間 我們的空間就是我們要接受的就是一些 不是能夠用中華台北參與的 而且我們的空間就是 我們想像的國際組織可能都沒有 那有的空間可能是新成立的一些 有一點看起來不像官方的 有半官方的這種組織 那這種可能就是民主陣營的裡頭 我們有一些可以參與 大概是這樣 那就是說沒辦法去彰顯我們的主權的 那這個我們願不願意接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還是希望我個人 因為我在學校教書我看到我們 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 我還是希望我們政府好好努力 那跟這些非邦交國來協商 看看能不能夠有更多台灣的年輕人 可以進入國際組織工作 國際組織當然有些有中國大陸的 我們覺得是進不了對不對 但是有很多組織 大陸不是成員的 我們舉個例 歐盟好了 那歐盟不是大陸的這個 我們的年輕人 以這個實習身份慢慢進去 以後在裡頭工作 對我們了解國際政治 國際關係是好的 有點像走二軌的方式 對 那美國已經過去也承諾說 希望我們能夠有年輕人 可以進入到IMF World Bank去工作 這個都不是 政治組織 這個是經濟的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 比如說包括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都應該希望有人 能夠進去工作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未來 就是說我們不要去想 政府官員 怎麼樣有光鮮亮麗的訪問 或者說受到接待 我們要想的是我們的民間 我們的商人 我們的年輕人 可以在不同的國家工作做生意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更實在 再務實一些 老師那最後再來看 這個日前的話 日報也有報導說 表示台灣的結果 選舉的結果 為脆弱的美中關係 帶來壓力 老師那你怎麼觀察 那這個美國 我們也都知道 年底也要舉行總統大選了 那之後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變數 我們就覺得說 當然現在看起來 美國的選舉 就是拜登跟川普出現的機會最大 如果拜登贏得選舉 我相信目前的這個政策 大概就會維持住 就是美國不時還是會繼續出售武器 然後也會繼續 偶爾拜登可能會失言講一些 對台灣比較有利的話 但是最後會被他的這個幕僚出來澄清 就是說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變等等 但是如果川普當選 我是比較擔心 因為美國的總統是只有一任 就是這兩任八年 那川普已經做過一次 所以他這次如果選上 他是沒有辦法競選連任的 所以最多是做八年 最多做八年 可以做十年 但是十年是因為你副總統繼承 總統不到兩年 就是九年幾乎到十年 不到兩年的時候 你那個那一任是不算的 所以川普大概只能做一任 川普這個生意人 就是如果他只做一任 他根本不會想要競選連任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他會為自己的利益 安排些什麼東西 那這個時候台灣很可能就會被 就是說我們的國家利益 可能會被川普給妥協掉 所以說未來 老師這樣子美中台關係可能變數很多 也更加嚴峻 我覺得當然是 特別是美國的國會 跟這個在競選 這一整年當中到十一月才選舉 那當然他們打這個抗中牌 是一定會打 所以我們不要誤判 就是認為說美國在抗中 所以我們也一起來做 結果選完以後 他們可能又是另外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要在這一方面 稍微謹慎一點 不要誤判美國在的選舉政治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好 謝謝老師今天的分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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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節目內容 未來在台詞下的情況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